鄧姐妹,心靈珍寶今天的主題是 保羅在菌所中想到最榮耀奇妙的史,大有喜樂 我們是全宇宙最幸福的人 所以,喜樂是很正常 從肥立比書我們見到,保羅即使坐牢 但他仍然大有喜樂 神自己是最喜樂的 他更加立了主做我們永遠的大祭司 主親自成為人 用血和我們立了新約 還有很多榮耀奇妙的真相福分 記載在聖經當中 所以,我們怎會不喜樂呢? 太寶貴,保羅在監獄中 他想到最榮耀的事 真是我們太好的榮耀 南瓜區監獄裏面的大大喜樂 和聖經當秘書特別要大興致美喜樂 實在是我們真是要很喜樂的 我應該絕對全世界最喜樂的人 神經將全世界最大幸福給我們 我應該最喜樂的 因為無論有多大的幸福 如果你不喜樂 實在根本都沒有真正夠享受到幸福 你本來已經有最大的幸福 但你也不喜樂 不理什麼原因 你實在是最幸福 因為你不喜樂 怎會叫幸福呢? 就算你擁有很多東西都好 神本身自己一定是最喜樂的 喜樂到無限的喜樂 就算他親愛我們 碰一碰我們 你心不同了 你親愛他 你也會喜樂的 他是全世界所有基徒的喜樂 也就是天上所有的喜樂 他自己一定是無懷喜樂的 他是無限的 如果你是無限的就沒有喜樂 沒什麼能夠抵當你 還有你想什麼都可以做 你用盲鏡講 他是自由永有 如果他沒有什麼 他可以自由了 所以神一定是最喜樂 喜樂到無限的營用 就是他有一種capacity 能夠承受無限的喜樂 他有那種無限的容量 所以 爸爸他無限愛他 愛子 他愛子 也有無限的容量 來享受 今天呢 神愛我們這麼厲害 但因為我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容量 所以永遠都大過你能夠享受的 神都是太愛你 以及太偉大榮耀 也都是越過你所知的 神給了我們這個靈很厲害 能夠可以繼續知更多 可以容量去擴展 所以我們永遠都會昇華 無盡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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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所以神當他形成了我們 我有靈 對得比較重生 是勁到無限形容 神可以用永恆來 演繹他的無限 我們越過 是越能夠享受他的無限 是太榮耀奇妙的神 完全是神級的 我們都買餅 那個杯就是主說 他用血水立的新藥 你現在是不是太奇妙了 神有什麼義務幫你立這個藥 我們就犯了這麼多罪 你怎麼會猜到呢 他永要到江榮耀 簡直無限的 永要到貌 做偉大都沒有形容 這個主的降勢 就是為了死 流出血來 主導幫你立的 是否你求的 是否你雞的 是否他有什麼義務,要幫你立這個藥呢? 我們根本只是犯那麼多罪,如果我罪得罪面也太厲害了, 警察也太厲害了,說出罪罪面,就是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他是公義的神, 可以說除了他才能夠解決,發明這個那麼厲害的救恩, 使我們這麼多罪,我們就得罪面。 但是我們得罪面超過罪面, 單罪罪面也太厲害了, 竟然是他主動,用了血來立, 而且血不就是流幾滴血, 不然現在你在這裡量一下血糖, 不單止外面,又受鞭打,又被刺激, 連個心都滲血,很痛苦。 現在不單止流血那麼簡單,血就表明他會死, 死不單止是一般人的病死, 有些人生病死都很痛苦, 但那些都不算什麼, 因為父張的壓傷, 父張我們眾人的罪業都歸在身上, 眾人全世界, 從古所願法做的人都在, 父張的壓傷, 洗個手痛苦, 除了第二章, 不單說到他, 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幫神同等為強奪, 反倒虛己, 除了勞博的形象, 人的樣色, 他不單死, 還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死, 幫死在十字架上, 是完全兩會, 差距太大, 這些全部主動, 他主動用血, 幫我立了這個, 除了我宇宙, 永遠, 最幸福, 永慾我約, 你是不是在家裡? 譬如現在, 你租你去簽約, 你都要付一些錢, 有沒有一個業主來, 周佳敏, 你見到一個人, 我幫你立約, 是無限年期的, 成棟樓那些, 任你用, 我問你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些人, 至於現在, 都是二律師幫他辯護, 世上有多少個, 被人打劫, 現在通常那些, 就是小人賠償,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 被人斬啊, 被人打? 他呢, 總之付出更大, 他幫你找, 全世界最厲害的律師, 洗脫你的罪, 盡量減輕你的罪,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沒有那個世界上最厲害的律師, 幫他談一個小時, 都不知道多少錢? 他又被人斬, 竟然他幫那個斬他的免費, 做他的律師, 盡量減輕他的罪, 甚至洗脫他的罪, 我問你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我覺得, 竟然是, 符立他愛子, 做我們永遠大聖師, 來搞定那些罪, 他說, 神祂清我們為意, 祂顯我們為意, 一切都是太稀奇的,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除了祂真是神, 也真是太榮耀的神, 完全不是大家猛瞎祂, 你都未想到, 祂為你想到這麼厲害, 付出祂自己, 受最大的痛苦, 就解決了問題。 二塞書第九章, 講到, 主祂的名稱是奇妙, 神真是太奇妙的神, 這本聖經我幫我講, 真是太奇妙的書, 怎麼會這樣發生呢? 就算那個被提到奇妙, 那本書會講, 有一天, 在雲中約會, 人都會說這個作者, 有沒有搞錯? 但是神呢, 不同, 祂能夠成就這樣的事, 有本書說, 你的身體變化, 眼睛也不用, 有沒有醫生, 搞到你的身體變化, 永遠不再生病, 那麼強多, 治療好你的病, 也算不上我們, 同一雲中相悅, 我照說, 我不會覺得, 我講的東西, 你當我有問題。 師兄第一句, 都解釋得很厲害, 起初, 神, 有神的, 創造, 這個世界怎麼來的呢? 神創造, 天地, 整個宇宙。 一句短地, 現在你這麼多科家, 都未夠清楚。 你可能小時候, 你發夢想作王, 是預備一個新垂涎, 但沒有呢, 但沒有了, 有天你會有到職 Den 同坐寶坐, 承受那麼多事。 他說你有沒有可能, 有人為你預備一個新垂涎, 這麼美的地方嗎? 熔宅這些完全沒有意思。 你要全世界熔宅, 因為要新垂涎, 只要是預備的地方。 全世界的風景, 侵害到新垂涎. 實在說,一切都很奇妙,但是我們不會覺得,我相信祂是傻的。 實在根本你的心就很想這些東西,所以為什麼有敵士來的? 但是個個都不能夠滿足你。 但是這位神,滿足到超過你所想的,就是主動,這位神是太好太好的。 他就是愛,因為他愛他,最需要我。 眼睛一日都扭看神的無限。 雖然我看不完他無限,但是我還是會開始看他的無限。 因為愛他,所以我覺得神他多無限。 這個宇宙一層都沒有,而比神他無限。 好作主來成為人。 所以我們不會覺得自己是沒有俗容,或者是太妙小。 在我是人來說,主成為人,即是好到無法形容。 所以我寫了很多詩,但是詩都沒有得到。 我還是稀奇的,實在是太厲害了。 這個幸太后呢,如果他不是幾位大,幾位榮耀, 你是差太遠的。 因為你是人,和你這麼小,但是他也成為人。 和你永遠見到他的無限。 是不是太好呢? 即是太榮耀,偉大騙了個神。 如果你貪了世界,就真是瞎了。 如果你不是最愛他,即是很有問題。 但是這些是真的。 你會不會覺得這麼厲害的東西很難相信。 我反而覺得那些是應該的。 因為他就是神。 他做出的東西應該是神級的。 一定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他付出這麼大, 他自己,成就一定厲害到很厲害。 他將自己這樣投進去。 不只是創造的東西那麼簡單。 他創的東西太容易。 他做海邊沙這個宇宙也太容易。 但是他將自己這樣投進去。 那麼厲害。 這些愛絕對是神級的愛。 所以他一定會成就很厲害。 他自己是無限地這樣將自己談下去。 成就當然是太厲害了。 他一定超越過我們, 有限量的想像。 這些無限者談無限的成就。 他所做的事。 他的智慧很厲害。